救護車快速的開進山區 消防人員架設好繩索 往下到溪谷救援 好幾人合力拉繩索 將傷者拉到路上 正是因為一名73歲的老翁 和他兒子出遊卻跌落山谷 事發在24號下午 33歲的兒子從新北英哥騎機車 載著73歲的爸爸 往桃園復興區東眼山旅遊 兩人在登山途中疑似爆發 口角爭執 一番拉扯後 兩人都滑落200公尺深的邊坡 兒子自行爬出後 打電話報案 消防人員在下午4點多抵達現場 趕緊架設繩索救援 並在5點40分左右 發現這對父子 兒子沒有受傷 他的父親則沒有生命跡象 送一搶救仍宣告不治 但警方到場後 覺得疑點重重 案情並不單純 警方將揚然帶回詢問後 依殺人罪嫌移送台灣桃園地方檢查署 證辦 根據了解73歲的父親 長期因為生病問題需要兒子照顧 但警方把兒子帶回時 問他什麼原因 他卻始終行使兼莫全 對細節不願多透露 警方懷疑恐怕是長照壓力太大 才發生人倫悲劇 兒子也已經遭到生涯獲准 將持續釐清父子倆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好端端出遊到山谷 父親發生憾事 兒子卻毫髮無傷 不排除這一切早有計劃 東雄 黃喜東翁姐 你將永永 桃園報導